品星寄船月里在巨浪星一小时等于地球七年,我的问题是,对于光色的参照虽然变了,但人体自身结构为什么受时间影响? 比如当主人公回到飞船时,发现已经过了十几年,而它只在巨浪星单为一化而已,如果是因为参照物的改变,那么它们的细胞老化速度为什么不一样? 可能你会说,对于旁观者来说或许它们在巨浪星上速度是非常慢的,但对于它们自己而言速度是一样的,如果这样,那么为什么它们速度会变慢? 比如我说一句话需要一秒,那我在巨浪星上说一句话难道,不该也是一秒吗? 我的身体构造依然是地球形态,速度为什么受影响影响? 批我说的一秒是地球鸟,在巨浪星上用一巨浪星秒划算地球鸟的设定不能接受,我是说,我的结构在这摆着,运动速度应该是恒定的才对吧? 无论我去了哪,对于地球人来说我对身体细胞老化,应该与它们同步的吧? 是什么打破这种同步关系? 有人说,全部人对时间流速感知是一样的,但因为主角在扭曲空间里,时间让感知和生成代谢也变慢 只是主角们感知不到变慢,思维仍然感知这一秒跟平常没什么,身体变化也跟着走 但悲传离已离长远,悲传时间跟地球差不多 但悲传的人看主角们在星球上的运动很慢的,主角一秒相当悲传几天 所以一小时等于几年 批大多数人说的大概就是速度问题 类似于我们看到的某某星球,其实是几千年的影响 但是别忘了,主人公最好回来了 他回到了地球,他就不再是影像了 他看到他的女儿都老了,而他还年轻 他的身体如何做到比别人更慢的衰老 时间是一个相对变量没错 但他的身体素质应该是电量吧 比如,如果我拿一个能照射地球时间一小时的手电在巨浪星上打开 那么手电的光照如能被地球接收 那地球接收到的是一个小时的光照还是连续七年的光照呢 如果是七年的光照,那这超出的光从何而来 电池电量也是恒定的啊 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